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供读伊萨伊亚先知书 上主这样说,你若有你中间消除欺压,只守化脚的行为和虚伪的言谈, 你若把你的食粮施舍给极恶的人,满足贫穷者的心灵, 那么你的光明要在黑暗中升起,你的幽暗将如中午。 上主必要时常引领你在干涸之地,使你心满意足, 并使你的骨头坚强有力,你将成为一座灌溉的乐园, 一个总部和解的水泉,你的后翼将重建往日的废址, 你要竖起那九元的基础,人要称你为缺口的修补者, 废湿的新建者,为叫人居住。 假使你在安息日限制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停止你的营业, 称安息日为喜乐,为上主可敬的圣日。 假使你遵从圣日而不去旅行,不苦心经营或谈论生意, 那时你将喜乐于上主,我要使你驾临地之高处, 使你享受你祖先雅各伯的产业。 这是上主亲口说的。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求你教训我你的途径,求你使我照你的真理去行。 上主,求你教训我你的途径,求你使我照你的真理去行。 上主,求你赐而俯听我,因为我可怜而又无告。 求你保护我的灵魂,因为我热爱你。 求你拯救你的仆人,因为我仰望你。 上主,求你教训我你的途径,求你使我照你的真理去行。 求你保护,你是我的天主,求你怜悯我上主,因为我时常向你哀告。 求你使你仆人的心灵欢欣,上主,我向你挤起我的心神。 上主,求你教训我你的途径,求你使我照你的真理去行。 我主,因为你又良善又慈恋,凡呼好你的,你必带他宽人。 上主,求你俯听我的祈祷,求你细听我恳求的哀嚎。 上主,求你教训我你的途径,求你使我照你的真理去行。 主,求你教训我你的途径,求你使我照你的真理去行。 上主,求你指我照你的真理去行。 上主,求你学习,求你为我照你的真理去行。 供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雷卫,在税关那里坐着,便对他说,跟随我吧。 他便舍弃一切,起来跟随了他。 雷卫在自己家中为他摆设了圣业,有许多税吏和其他的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塞人和他们的经师就愤愤不平,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 耶稣回答他们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 我不是来照教义人,而是照教罪人悔改。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今天两篇读经可以总结在福音前欢呼这个圣言里边, 也就是上主说,我绝不喜欢恶人丧亡,但却喜欢恶人归正,离开邪道,好能生存。 天主不喜欢恶人,天主不喜欢恶人丧亡,而是生存。 我们刚进入了四旬期,星期三我们庆祝了圣徽礼仪,今天是星期六。 在这个四旬期呢,我看到一个让我们改过自新的一个图像,就好像我们生病了,我们需要住医院。 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要治疗我们的疾病,也就是我们的罪恶。 把我们的罪恶呢,把这个病毒和不好的细胞呢,给它铲除,然后有一个新的生命。 如何做到呢? 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告诉我们,就是离开自己的邪道,善待他人和恭敬天主。 首先,在改过自新的过程中,我们要驱除自己的不好的行为。 伊萨伊亚先知说,告诉我们,要从你们中间消除欺压,我们有没有欺负人,压迫人呢? 你说,我又不是奴隶主,我怎么可以欺负压迫人?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有欺压人,在工作的场所,对属下,或者是在家里,对我们的工人,我们对他们呢,抱言抱语。 这个呢,就是欺负压人,要从你中间消除指手画脚的行为和虚伪的言谈。 我们是不是在别人的背后,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呢? 我们的言谈是不是符合天主对我们的教导呢? 这些就是,如果我们做得不够,我们要改善,改过。 第二,就是在四旬期,善待他人,把食粮施舍给饥饿的人,满足贫穷者的心灵。 这个也是为什么,在四旬期期间,要施舍。 当我们施舍的时候,我们就在帮助耶稣。 耶稣说,凡你们,为你们当中最小的一个弟兄所做的,就是为我所做的。 除此之外呢,要恭敬天主。 在旧约里边,恭敬天主的一个外在表现,就是谨守安息日。 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里边也说到, 假使你在安息日限制你的脚步, 在圣日停止营业,不去旅行,不苦心经营,或谈论生意。 这些规定呢,不让做这个,不让做这个, 为的是让我们的心呢,能够转向天主。 所以这个呢,就是四旬期可以驱除的一些不好的方面。 那应该怎么做呢? 在除了这个之外呢,四旬期也让我们效仿耶稣的言行。 耶稣的言行,他不是指手画脚,不是虚伪。 耶稣的言语呢,是温柔的。 耶稣的言语是让人感到包容和接纳的。 这个呢,就是福音中所描述的耶稣召教内卫的这个技术。 耶稣对内卫说,来跟随我。 我们可以想象,耶稣看内卫的目光呢,是慈祥的,温柔的,包容的。 他说,来跟随我。 他的言语呢,让内卫感到非常的温馨。 因为当时的人呢,都看不起顺利,都远离顺利。 耶稣却对他说,来跟随我。 那经师和法利塞人呢,他们如何看待税利呢? 他们的目光是判断、鄙视和定罪。 他们看到税利,看到耶稣跟税利在一起,就质问耶稣的门徒说, 你们为什么同税利和罪人在一起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目光和经师和法利塞人的目光是不一样的。 耶稣的态度是包容的接纳。 法利塞人和经师呢,是鄙视和排斥。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包容呢? 还是我们有一定的门槛,有一定的围墙? 当然,这些人可以进来,那些人不可以进来。 耶稣呢,他说,我来不是为了义人,而是为招罪人。 实际上,耶稣的话语,今天在我们身上也在实现。 每当我们去办告诫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到了耶稣的怀抱。 耶稣接纳我们,宽恕我们,宽恕我们,包容我们。 让我们呢,不要像经师和法利塞人,用鄙视、冷漠和排斥的眼光对待他人。 而是让我们学习耶稣的包容、接纳和宽恕。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请赞美上主。 感谢天主。 爱是很久忍耐悠悠恩赐。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战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秘处不信的法路不计算人家的爱不喜欢不一直喜欢着。 爱是不 sensing的 проб喝 爱是不如、 eigen是相信 爱是不 profund siellä都不希望的腳看 爱是不抱恨 爱是不熟悠 爱是不溺дел的 爱是把翁而言 爱是不需要我有会忍耐 爱是不熟悉 爱是不惨 爱是不如、非心的笑 爱是不如,非熟悉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华 不张望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依族 不轻易放入 不计算人家庭 不喜欢不依旧 不喜欢真理 凡是放弱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本来 凡是要人来 爱是永不知心 凡是好 凡是 不得 凡是 凡是 凡是